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積人吹水 大家好,新年快樂,新春大吉 大吉帶你啦,最重要的是步步高星 每年都會收到很多蘿蔔糕,剛才做完,不夠吃 現在又來,有什麼好做呢? 跟大家分享一個叫黃金煎蘿蔔糕 煎蘿蔔糕,家家戶戶,在家都會自己煎 有什麼做出來會比較好看,或者好吃一點 會放一些心思 為什麼會有黃金煎蘿蔔糕呢? 我之前也做過黃金煎蘿蔔糕 不除了煎,可以用氣炸鍋,炸鍋也可以 大家可以看看 我們在家製的糕和外面做的糕 很大分別的 這次的糕會比較實 如果比較軟的糕,就適合這次的做法 現在我們先把糕切掉 不要切得太薄 這樣就可以了 切了之後,準備兩隻雞蛋 除此異話不說 把糕切掉,把糕切成蛋漿 這個方法,不單是用來煎年糕 煎蘿蔔糕 甚至用來煎棕糕 這些是相當好吃的 我們先把糕切勻 芋頭糕也可以 雞蛋打勻之後,我們把生粉拿出來 每一件蘿蔔糕的底面 都要沾一點生粉 目的呢 是讓它有黏性 厚一點,黏著蛋漿 然後就反轉 如果有年糕也可以 如果大家想開鍋油炸鍋 有一個方法更好吃 如果有時間,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就把蛋漿都放好 全部放好 底下的都不會浪費 我們就做好 隨即我們就把蛋漿放進去 全部放進去 隨即我們就進入下一步 怎樣呢? 先把火燒熱一下 先把火燒熱一下 我們關小火 然後倒適量的油 好 接著就很簡單 做蛋漿之後 我們就逐件逐件放進去 雖然說一些很簡單的做法 但是當中的技巧 你先上一層粉 先塞上蛋 那你就要厚一點 煎出來 好像一條金條一樣 做出來 如果你男士們 趁太蛋還沒起床 煎好蘿蔔糕等它 一早起床 你看到有些金條 你說多開心 正如那些蛋漿都不要浪費 留下來煎鹽糕 或者炒蘿蔔糕都很好吃 煎蘿蔔糕的竅門 不要太大火 我們慢慢去煎 在中間這些 動到的就放上來 鑊旁邊的就放下去 當然用平底鑊煎會比較好 然後用平底鑊 第一件我們可以先翻一下 這些位置可以先翻一下 因為我切到這麼厚 就不要心急 那些高的就一定要煎透 我們在外面做 一早回去就先蒸好 再切去煎 大家看到效果 就是有少許技巧 這些 煎到這麼長的就全部翻下去 用同樣的方法 也可以放在焗爐 氣炸鍋 也是相當之好吃 全過年 在外面做這個 開了一個炮爐 兩個炮爐 全部排完 慢慢煎 真是震容頂盛 慢慢煎 煎到有少許顏色 按下去 蘿蔔糕可以 它會比較軟 有少許透 如果按下去 有點硬 保持慢火 我們慢慢煎 要不然煎到焦了 裡面的心也未夠透 煎到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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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蛋就吃了 剩下蘿蔔糕 始終黃金蘿蔔糕才是主角 炒蛋是我吃的 這些是家人吃的 過年蒸糕食正常吧 煎到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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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下部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ы 煎到焦了 да 煎到焦了 我為你做了 煎到霽 煎 煎到焦了 煎到焦了